去邮局帮我妈妈那个快递给她寄走了 然后还给我小侄女买了点零食 跟我老公两个人天还没亮就出来了 今天我们要体检 一年一次体检还是两年一次 一年一次体检 来医院了现在 我眼睛都没睁开 每年都是来这里检查 对吧 我们都要过去 等我每次都是这里 嗯 不然我们公司里面的福利呀 以前我没有这个 我要去几楼啊 地下一楼 这是地下二楼是吧 体检完了以后我然后还会给饭的 昨天晚上六点七点以后我们水都没喝 这里 换好衣服了 妈跟我老公两个人检查出来 对吧 我首先没吃起来 对吗 我没吃起来 对吗 就是雨腿了 为什么 我把它做起来 在哪里面做起来 我一直在做腹力 但是我为什么不想干擾我 我觉得还没看 des 我一直在做腹力 我就不感激 你在你没有想干吗 你这 algo吗 我真的不想干吗 这是我一直在做腹力 我一直在做腹力 不是 那么怎么做 我怎么做 我等等 我它不想干了 然后我一直在做腹力 我在外面听到 欸欸 我看了吗 嗯 不认识 我现在来到外面 但我真的不认识 我真的不认识 我真的不认识了 都没失败了怎么办 以前就不认识了 每时间都不认识了 你怎么吃 冰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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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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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举 何干的干的? 多吃 怎麼行 有人正在 請客 請客 集團 有白難 請客 何喝了 請客 請客 等一下 請客 完了医院还给我们那个十券 吃饭的 我叫的是牛肉粥 这家伙你又在干嘛 你又买了什么东西 这是那个姐姐寄给我们的 你的这是什么呀 这是什么呀 这是这些 你看老师还给你写信了 谁的呀 你的呀 可爱的小公子 想美想老师啊 灵灵老师吗 妈妈 哇好可爱呀 灵灵老师我想你 我爱你 那个做保险的那个姐姐给我们寄的 每次过年过节都给我们寄东西 我说我要吃饭 你看 米娜做的 鸡蛋糕 哇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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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做了 你自己吃吗 妈妈做了 我做乳酪 妈妈做乳酪 好吃 好吃 谢谢 谢谢宝贝 真乖 我女儿真的是太乖了 她今天看来我心情不好 她说妈妈我给你做好吃的 谢谢宝贝 妈妈心情不好 没关系 妈妈心情不好一会就好了 知道吗 看看她给我做的鸡蛋糕 做的比我还好 我感觉 谢谢 没关系 今天就想跟大家聊一下 为什么心情不好 因为年末了吧 她想就是带着我们 全家出去玩 但是因为我婆婆 好像她的意思就是说 她也想一起去玩 我婆婆先跟我讲了 我不知道我老公已经预约了酒店 预约了酒店也没跟我讲 然后 别跟我讲 然后我就去 我就跟我婆婆说了 我说要不然年末 我们一起去玩一下 找个酒店 因为疫情嘛 也不能去那种人多的地方 那就找个酒店 去外面散散心 我婆婆也说好的 我回来就跟我老公说 我说跟妈妈一起去 那个外面玩一下怎么样 然后她一说 她说我们已经订了酒店 要去玩外面 我说哪什么时候呀 什么时候跟我说了吗 她说我想给你一个惊喜 然后我就有点 因为我跟婆婆已经说好了 我说年末的时候 带她们出去玩 然后我老公又已经订好了 我们四个人的 我就不好 因为毕竟是婆婆嘛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 我就跟我老公说 我说那你自己去跟你妈说 到时候你妈妈知道了 我们四个人出去玩 不带上她 那她心里肯定也不好过 我说你自己说 那我老公就打电话给她妈妈了 她说这次我已经订好了 是只能四个人去的 然后我婆婆就有点不开心了 她就觉得我们出去玩 怎么不带着她 婆婆心情不好呢 我也 因为我也心情不好 本来是想带着婆婆 一起出去玩的 因为公公呢不能坐车 一坐车就晕车 她平时也不怎么出去玩 然后她要上班 她也没有时间 所以就带上我婆婆 没想到 我老公已经约了我们四个人的 没办法 那只能下次再带我婆婆去 所以就因为这个事 刚刚跟我老公吵了两句 我就说 下次再这样的事情 你稍微提前跟我说一下 通个气 要不然的话 我本来说好一起去玩 然后突然又说 我们自己一家出去玩 我作为儿媳妇就说 在中间有点为难嘛 就这样说了两句 然后老公也说知道了 所以米娜就以为我心情不好 女儿真的是妈妈的小棉袄啊 女儿长大了真的 好欣慰啊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因为我们要准备了 年后天要出去玩 没有带婆婆 估计婆婆也挺 也挺伤心的玩 也没有办法呀 那我老公已经提前订好了 下次再带着她吧 那我明天再见咯 拜拜 拜拜